哈喽大家好,我是JD小马,我现在呢要出门,出门呢出不远啊,就出到我们家后院的葡萄地,就经常直播给大家看到我们家紧爱的邻居家的地,他们家今天要收葡萄,就今天要收葡萄呢,收葡萄之后已经给社区报备过了,就是周围所有邻居吧,都去给他帮个忙去,然后呢,我去看看我能干点什么活啊,这东西嘛,对不对,一情无情人有情嘛,该收的庄家还是得收嘛,对不对,老百姓一年就靠这么几天收庄家, 收工家的时候,收农产品的时候,对吧,这几天要错过的话还是不行啊,所以别的地方人也进不来,只有周围邻居帮他们收一下了,小马也干不了别的,能干点啥干点啥吧,咱们去看看啊,去看看,帮他们收放点葡萄,顺便看看今天什么样的情况嘛,好吧,哎,搅葡萄,搅葡萄,这边搅葡萄,这老哥拉葡萄的,拉葡萄完了之后,搅葡萄搅高点,从根子上搅,因为这样子好抓, 我们搅到框子里面,一些框一框扳上去,你看我和哥的块,你看,老当一转啊,哥哥,老当一转啊,你看这块的鸡肉,你看,哎呦,大财小用,大财小用, 丰收的季节哦,搅葡萄其实挺过瘾的,是不是说,一串一串的啊,享受这个啥,丰收的果实呢, 有机器咱们还能出来干点活,好似键啊,我们从那边地里把这个葡萄捡出来,然后那个用框子用车车给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看到没,这边都是邻居,我们那是分检的,分检完之后, 在它,把每一串上面的,你看,这样烂的,擦的颗粒,要是有皮烂的那样子就不行啊,就不能要, 因为它装到箱子里面之后,会腐烂别的这样子的葡萄,所以这样剪完之后会,好装一点这样子, 装到小框里面,小框完了之后,放到这里面过秤,一样一样挑, 挑,挑完之后看成品,成品就是这种,成品这种,这几公斤出这一箱子,四公斤半,四公斤半五公斤说, 进到四公斤半五公斤,这样装之后,看,这就是成品,这就是整个,整个作业线,流水线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差不多完了吧阿爷,今天一天,差不多,梳的可以再完, 这我剪的嘛,剩的不多,一行子可能有几串吧,轻一点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可以了这个, 年续水少了,葡萄长还是攒劲的,可以,嗯,葡萄长都可以,今天, 就是价格在那样子不知道,这会儿阿爷,大概多少钱一公斤? 三块钱,三块钱,三块钱,从地里面出来是三块钱差不多, 今天我们这邻居叔叔叫阿,一锅鸽子,这都你的心头热阿, 啊,你看看,这三个鸽子嘛,现在就动了锅里了,为了今天这个, 帮忙的朋友嘛,这几个鸽子啊,十五个鸽子是吧,十五个鸽子, 这边还一锅啥,鸭子,那边还一锅鸭子,那边还一锅鸭子, 今天就是,在院子里坐着,辛苦了,把你 reporter都是蒋好好的眼睛了, 等他们开始吃午中午饭了,上菜了,上菜了, 来买一大盆 再来一盆鸽子 鸽子 出锅了 上菜了 看 吃饭 吃饭 淋嬷嬷 嬷嬷在这儿啊 你还舀两份 不舀到一块 舀到一块的 一样一半 今天都给出来 今天 这次两顿多吧 两顿多 一公斤三块 六万块钱 六什么六万块钱呢 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鸡目的这是 四目的啊 我们家防备后 然后我也该回家吃饭了 捡葡萄 折葡萄 老百姓嘛 不容易 今天这个还好 坏的不多 虽然结的量不多 但真的算可以 对吧 疫情期间 能求收 收忘点睡一点嘛 这个 零零居都帮点忙 这就是我们这地方的好处吧 对吧 回家吃饭了 下午继续帮他们弄完 赶紧完事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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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